很多人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把钱拿来投在股市和基金上 和我拿来投在房地产上 哪一个回报高 今天我们就来算一算这笔账 我是北美绝经黄有明 我在美国的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向您问好 投资美国房地产 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如何获得一种方式 是亲自把每一个环节都尝试一遍 显然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和很高的试错成本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当然是有的 就是从有知识和经验的那里 直接学习 我的会员网站永明u.com 在这方面就能够给你提供价值 在那里 我本人和其他的专家 会用最详尽的方式 教你如何一步一步 成功的投资美国房地产 很多朋友都考虑过一个问题 我把同样的钱拿来投入在股市和基金上 和投在出租房上 哪一个回报高 今天我们就用真实的历史数据 来算一算这笔账 首先我们假设在2000年的时候 你拿了10万美元做投资 那20年之后 在2020年 你会收到多少回报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假设你投资在S&P500指数基金上 那2000年8月份 你投入10万美元进去 而且在20年时间当中 所有的分红你是不拿的 你是把它重新投入进去 那在2020年8月 你会收到多少回报 你会收到23万3870美元的回报 听起来还不错 翻了两倍多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出租房的情况 同样在2000年的时候 你拿了10万美元投资出租房 请注意投资出租房和投资金融产品 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就是它可以使用杠杆 投在股市基金上 从来没有听说过用杠杆吧 我们去看未来 好像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但是在房地产领域是很容易做到的 你用10万美元 是很容易去控制价值更高的房产的 假设说首付是20%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控制价值50万美元的房产 那么这50万美元的房产 在20年之后 它的价值会上涨到多少呢 根据历史数据 它会上涨到105万美元 但是请注意 这个时候并不是105万美元 全都是你的 因为你还有房贷 咱们假设说当初你贷款的时候 办的是30年固定利率的房贷 而且2000年的时候 那个利率非常高 8% 我们就按8%来算好了 那你还贷还了20年之后 这个时候你还欠多少钱呢 还欠24万0589.54美元 好 那现在呢 就需要从105万当中 把这24万多美元给扣除掉 另外还要扣除掉 你一开始投入的那10万美元 这个时候是你的回报 我们就算出来这个回报呢 是709,410.5美元 现在我们就很容易做一个对比了 做出租房的时候 你的回报是70多万美元 而做S&P500投资的时候 回报是23万多美元 简单的一除 你就发现出租房的回报 是做基金投资的3.03倍 讲到这里呢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 说 但是呢 你做出租房 你要还房贷啊 并不是你一开始投入10万美元就完事了 后面你还要往里面投钱 请注意 这就是出租房的好处 出租房的房贷是由谁来还的 是由租客的租金来还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实际上做了一个相当保守的假设 就是你每个月收到的租金 用来还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 还房贷 以及管理费等等 这些支出了之后 刚好是平的 你没有额外的收益 在这种相当保守的情况下 你还赚了70多万美元 那假如事情再好一点 你有正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 你把房屋的持有成本 房贷 维修的费用 管理的费用 全部都付了之后 还有结余的情况下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的回报就更高了呢 这就是做出租房的魅力 当然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要打一个补丁 那你可能会问 出租房这么好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去做了 还会有人去买基金呢 这个地方呢 就要讲出租房 在管理方面呢 确实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 并不是像你投资金融产品那样 你投完以后 什么都不用干 所以呢 这会形成一个门槛 但是好的消息是 现在也有解决方案 让你能够在投出租房的时候 就像买金融产品那样省心 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来给你打理了 如何做到呢 请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给你做更详细的解释 我在今天的视频下方 留下我同事的微信号 你可以联系他 他们会很热心的来给你做解释的 我们呢 有合作方可以做到 让你投资出租房 就像投金融产品 那么省心 我是北美群星黄有明 希望今天的视频 给你一定的启发 如果让你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的话 记得点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